皇上御駕親征,誓死互補選權 七一一役,他聲勢力揭 在網台一樣吵爆 哥哥叫皇上,是藝術工作者 現在做了社運青年 他會繼續帶領群眾包圍立法會 我們是不會接受 你忽然間現在走出來告訴他 進行公開諮詢辦妥協 這種侵害公民權利,違反憲法的制度 你抬出來就已經是罪行 你現在可以選擇的就是 立即回復這個體保機制 但最重要的是多些人肯走出來 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最容易聚合到 多些人出來的動態 因為本身那個運動的熱線還在 他準備了很多子飛機 被群眾一起,讓民意飛 你不讓我們的聲音進去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聲音扔進去 即我們寫明那個是民意 那個是一個民意 我們希望傳遞到立法會 如果你敢救我亂拋垃圾 即是當民意是垃圾 我們是有再次保濕道路的送你準備 人民力量發起的集會 他們都支持的 今晚開始,一年三晚在立法會外面舉行 警方當然是嚇到震 昨天,昨天一早航定鐵馬 社民連都說,要直到禮賓府 那會不會來多劑聲當激勢呢? 我們只是單單在喊口號 我們都會有些行動 希望具體地象徵到 我們其實有公民抗議的決心 難道你傳民主黨? 民主黨昨天在政府總部外面叫口號 要求撤回替捕機制,之後就離開了